嘩,Eason,古仔,千華子高,小春,森美,張偉健,還有一大班名人紅星的花牌 到底哪間店開張這麼有面子啊? 哦,原來是有香港明星茶餐廳之稱的華星冰室開到來澳門啊! 雖然天陰陰還間中下雨,但是開幕當日 依然有不少的明星風雨無阻來到澳門撐場 有勒個和一眾明星老友支持 達仔今次過大海做老闆一定更加有信心啦 今天華星冰室澳門開張,心情很緊張 因為在這個區裡我自己都經常來的 而且在這裡開,在事業期間已經看到有很多人排隊和吃東西 而且在網上有很多好好的評語,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飲食最開心就是每個吃完之後 你知道它是很開心,吃完之後很滿足 那如果你說有心美老鼻啊,又魔鬼豬扒包啊,又校長多士 如果真的要用我的名字去定名一個食品 就算是滴滴答答的炸薯條而已 因為你知道炸薯條會跳跳渣渣的,還有炸的嘛 那我只要喜歡吃,還有我的形象也很跳舞 很被人說,很活潑的,所以滴答答的炸薯條是好的 達仔的粉絲聽到沒有? 如果下次來到華星冰室看到滴滴答答薯條就懂得做啦 那不知道其他明星又喜歡吃些什麼呢? 其實華星冰室裡面的食品呢,我就每一樣都吃過的 但是我最經常性吃的呢,都是牛肉通粉 是啊,因為我喜歡裡面的牛肉 因為不是一般市面上可以買得到的牛肉 是清真牛肉,所以它的肉質和肉汁都是有別於其他的牛肉 啊,我的朋友來到,除了可以吃下清真牛肉之外 其實很多一些fusion的東西都有的 那可以大家都一嘗試一下,然後告訴我 聽Eddie這麼說,即是說如果大家來到華星冰室吃東西 就有機會見到他咯 如果想知道香港明星喜歡的茶餐廳是什麼味道 就記得來試一下啦 還有這個時間也沒有 有請人送給你 你擠吧 你知道嗎 你這樣也可以 你去找我自己嗎? 你不要太不願意